5月15号,新疆刹车县戈壁产业园区里,菜农阿布莱提图麦麦提和妻子在租重的温室大棚里忙活着。 从去年10月份开始种植绿菜,收入逐步增长,不久前夫妻俩又承包一座大棚。 对收入充满信心的阿布莱提图麦麦提看来,有了技术支撑,一个大棚种植两茶半蔬菜已经不是问题,最为重要的是要掌握种植技术。 过几天,鲜辣椒上市后,几个月后,这块土地将是西红市的主阵地。 刹车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园,是新疆人口第一大县,全域人均耕地仅为粮木。 为了解决耕地稀缺、生态脆弱等问题,当地在距县城较近的戈壁荒滩上开荒地建大棚,让农户们走上了致富路。 刹车县戈壁产业园负责人魏欣亚介绍,园区经过一年多的建设,除了设施农业、畜勤、养殖、果林等产业相继发展了起来。 像戈壁药产业并非易事,水、土都是问题,之所以不建议在戈壁深处,就是因为交通、水、电只要稍作延伸,便可与园区相连,光热资源充足,对发展设施农业具有不少优势。 目前戈壁产业已经解决了三千人就业,这三千人都是来自我们全县各个乡镇的。 昔日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滩,如今变成了各族民众增收的新渠道。 卫星亚补充说,目前产业园区只是开了一个头,未来更多的产业入住后,园区将提供更多不同的工作机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